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應該是地下石路 好像水泥風子 有寫字 本人柔 我不敢講 大人柔鬼 柔鬼 小心 對不起喔 換胎啊 有聽到對不對 夠了 我跟你講 它這個根本 不像是風在吹 覺得像是在玩那個門 所以這個世界 你到底了解有多少呢 歡迎收看不可思議的世界 在各行各業裡面呢 都會有自己所遵從的信仰 但是你知道航運業以及漁民 他們會有什麼樣的禁忌呢 如果你觸犯了禁忌 會有什麼恐怖的靈異傳說 節目一開始 我們秦天王 就要先告訴我們 有關於海上的靈異傳說 其實這個我這邊收集了幾十個就是說 讓大家可以說是匪夷所思的海難船難 那這個船難大概是歷史上 可以說是最稍微的船 最倒楣的一艘船 它就因為它在一個月之內 同一批人連續發生五次船難 一個月 我們這邊有紀錄 不可思議海難紀錄 它這艘船叫做英國快速帆 馬梅德號 那一開始遇到暴風雨 暴風雨它就全部人就擱淺 在那邊就等待救援 三天之後 輪船 大船在港 斯伊夫特休阿號救他們 很高興了 他們其實是英國船要去澳洲玩 結果沒有想到 遇到亂流 海流又把它捲進去 捲到淺南 結果又在船上面 又在這個海上面 漂流了一個禮拜 有一艘這個漁船出現了 嘎巴拿拿黑迪號 結果想說這次總算好運了吧 對… 這個事不過山 這個大難不死必有後患 對啊 結果沒想到是大難不死必有後患 船失火 還賴誰哥呢 火失火之後 然後我們簡單的講 又遇到澳洲政府船 這個梅酷特號 救他了 又遇到暴風雪 暴風…這個暴風雨沉沒了 然後還有遊船的 這個丘比特號 還撞上暗礁 最後喔 連續你看已經五次了 最後一艘 英國客船救了他 發生了禮異事件 什麼事 這艘船不是那樣來來回回 從英國到澳洲去玩嗎 對 結果這個船呢 大家都已經萬念俱虧了不勝去 但是奇怪喔 發生了五次船難 竟然船上面沒有一個人往生 149個人都是安然之外呢 結果有一個人 因為實在是漂流太久了 沒食物嘛 就開始發抖發抖發抖 結果有一個女孩 有個歐巴桑看到那個發抖小孩說 哎呀 我的兒子出現了 失散30年的兒子骨肉重逢 好神奇喔 就是載他的那艘船跟第一艘船的 骨肉重逢 因為一個北半船一個南半船竟然會 但是很離奇耶 這同樣一批人遇到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最後骨肉重逢 這代表什麼的奇怪 就是說可能喔 沒有像我們台灣一樣 我們其實要拜媽祖 我們台灣其實都有一些禁忌 像海上十大禁忌 一帆風速 春門之前要拜媽祖 海神嘛 天上聖母 還有雙冠用語 有些船號就不能 像剛剛那個船的名字太長了 有些名字不能用 像我們海軍 遭陽號不能用 為什麼 因為它遭陽 有諧音耶 太平艦不能用 太平艦 這個名字都沒有了 再來山陽開帶 像船的首航 尾網的母船 引擎室 女生都不能進去的 司機平安 像海軍艦艇 機會是四 加起來不能的 但為什麼女生不能進去 他就有些規定 所以待會聽說林老師那邊有 更詳細的說 好 無風起浪就不要罵海 不要罵浪 敬天 再來六處新旺 像我們達悟族 飛魚 吃飛魚的時候 不能跟所有東西混在一起吃 他在七月怪彩 農藝七月的時候 不要出遠洋 八仙過海 吃魚不要翻身啦 九陰真金女生生理期 不能上船 十月懷胎 太太懷孕的時候 不能去坐船 當然啦 除此之外 後面我們會提供很多的 靈異照片跟靈異鼻巴 這一集觀眾朋友 一定要鎖定我們節目 不看你就後悔了 對啊 老師 那你幫我們補充 還有什麼禁忌 然後等一下如果觸犯禁忌的話 到底會發生什麼靈異性向 好 那個在... 在這個漁船出海的時候 漁民是相當虔誠的 他們在這個漁船出去 如果遇到不乾不淨的事情 他們都會帶衰 所以他們 剛剛講的這個 女孩子月事啊 或者是懷胎十月裡面 太太不要去坐船 再加上說有帶喪事的人 要出准進去 要出海之前 身上有帶擋鬆的 人家說沒錢去想 那就不要上船 恐怕漁獲不多 然後出去災難頻頻 還有一個就是 新船插機 做簽的時候 就是安隆鼻的時候 就已經有很大的禁忌 第一個 當然剛剛講的那些人 都不能去碰他 就是安隆鼻 他是安隆鼻 然後他們還有一個習俗 就是那一天一定要普渡 要拜拜 放鞭炮整個船通通放鞭炮 然後還要丟糖果 普渡孤魂 先普渡 我這隻身上就要做 以後要出海去航行的時候 要請這個好兄弟保佑他們平安 然後他們還有請客 還有請什麼 請唱歌的作秀 他們很熱鬧的 會這艘船舉行慶典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他們在船頭船尾 就是水仙門那個地方 不可以怎麼樣 隨便大小便 水仙門就是他們把漁獲 拖上來的地方 水仙門 因為那個又叫生死門 魚是活著 從那邊拖上來之後 牠就死 所以那裡又叫生死門 為什麼會有人在那邊 大小便 所以說不可以 非常禁忌 你不要說船員在那邊 剛好尿急 就隨便找個地方就拉 所以有時候新船員 他可能不懂得這個禁忌 他就會怎麼樣 他就會做這些事情 然後呢 他們出海之前 要拜拜請客 一切... 當然這個是遠洋的漁船比較多 而且出去就是可能一兩年 幾個月 然後出去的時候都要請客 先拜一拜啊 然後再請客 請客的時候不可以是什麼 魚玩 魚就玩啊 所以你就做不到魚玩 所以這個是諧音不可以 大典軒 你有沒有聽過類似這樣的 我聽說的就是警艇 這是巡邏隊的警艇 出去那個巡邏海上的時候 然後就遠遠的就看到 怎麼有船隻的燈亮亮的 然後但是呢 看雷達的時候卻沒有偵測到 雷達上就沒有顯示 附近有船隻的 結果後來啊 那個船長就命令說 船靠近那一艘對方的船 然後一靠近的時候 在霧蒙蒙裡面就看到 怎麼感覺是 不是我們現代的船 而是古代那種木製的 絲木材雕製的 只有船上的人都看到 對 初巡的那一次是五個人 然後五個船員全部都看到 然後這個船長就大概知道了 因為可能聽過以前老船長有說過 結果呢 然後呢 那時候他就命令所有的燈啊 把它給關掉 然後引擎也熄火 然後最後請那個所有的船員 把食物 糧食 飲料 全部把它搬到甲板上去 因為那時候船上沒有香啊 拿來的香 所以就點了三根的香菸 就插在那個甲板上 然後就可能對著... 對著那邊就拜個山下 也不講話 全部的人回到那個船艙裡面 然後就這樣偷偷摸摸的 往那個地方看 結果那一艘船 越來越靠近... 果然不只是木製作的 而且是像那種古代的海盜船 那種戰艦的感覺 然後那個船靠近的時候 就看到有很多黑影 就一個一個跳上那個甲板 把食物搬走的畫面 然後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那沒關係 我們繼續看下去 最後他就搬走 全部搬光喔 然後船也緩緩的行駛 離他們而去 結果他們這時候 才慢慢的走出來 看 甲板上的食物還在啊 那剛剛搬的東西是什麼呢 明明就是... 鬼船 對啊 就感覺是鬼...鬼船 到底是什麼 靈異事件發生了 後來他們那一次就是回航的時候 完全沒有任何人有什麼傷亡耶 健康方面沒有受影響 所以他們用那種有點障眼法這樣子 逃過一劫 那大膽小劉先生 你有聽過這種海上的靈異故事嗎 我是...我剛剛講就是說百慕達的東西 那現在他們科學上已經說 得到一個初步的一個... 一個就是一個見識就是說 它那個地方是一個磁場特別大 然後它會造成漩渦 再加上我們太陽對地球的直射 會造成那個水溫忽然上升到上百度 現在美國的科學家 已經慢慢的有說 有做過這樣這方面的實驗 所以說到那邊的船隻呢 一進去以後 就是說會... 它雷達失控不是因為磁場 而是因為它忽然的海水滾燙 上升幾百度 對 然後把那個船... 原來有科學解釋的是這樣 對 科學解釋是這樣 你講科學可以解釋 我覺得是有點... 我也覺得不太可思議 當初台視民國八十年 有一個新節目叫做 那都是主持人是小董 董志成 杜文 秦偉 玉芳 我們四組人嘛 然後準備要去澎湖拍外景 那剛剛就像剛剛那個 我們李老師所講 那個澎湖那邊有很多空難啊 那其實很多已經幾百人 搞不清楚啦 那可能就是已經形成 一個台灣的百慕達了 對啊 那你大家也知道說 澎湖失事的這個船... 這個飛機啊 船隻很多 很多很多 對啊 那我們哪管 那個海域真的滿... 我們拍片 大膽旅行團都敢去 我們拍片哪在乎這個 就去了 去的時候是分成兩艘 海料船一次只能載十個人嘛 那我跟這個子星製作導演 做一艘船 小董他們做另外一艘船 我們就分開做了 兩個男主城拆開就對了 對啊 那我們這艘船 到了一個無人沙島之後 我們就在船上等 海料船的船部就說 我們回去接董志成 這樣子 我們就在等 我們到島的時間是 大概下午的兩三點 等著等著有沒有 七點了 天都黑了 沒有人來 對不對 那當然是手機就拿起來打 對不對 那時候黑金剛的大字 尷尬 沒訓號 沒隔來有沒有 沒有隔有沒有 按半天打不出去 大字沒有怎麼辦 然後那個 那有一個當地澎湖的地陪 就講說 我跟妳說是 這島是無人沙島 這哪有什麼 沒有啦 那潮汐會長起來 島會不見 會變滅頂耶 聽到我就酸了 你知道我說 妳在那邊講這個什麼東西 人家死去就不好 還在講這個 在黑仔水 然後旁邊女生就開始哭 你知道嗎 我說這樣子有船我們就懶好了 因為電話打不出去嘛 不知道為什麼收訊不到 對 然後真的有一艘船 就來了 救命啊 一來 一看是那個山板你知道嗎 那種電動的 那種電動山板 一想要上來 上來之後對方講那種外神口音 說你們這幾個 怎麼會在這裡 我們是台視 無光實色 錄影 你怎麼會被在這邊 放鴿子了 就開始聊 他就 在海的陣中央泡 但那天有什麼 我聽到你們這些都沒有 帶曬嘛你們 不但是帶曬 還恐怖得要命 那天 那天大概是初一吧 沒有月亮 你知道 那身手不見無指那種 對 晚上在大海中間 發現海是黑的 海是黑色的 四面八方一點星光 什麼都沒有 你剛剛還看到漁火有沒有 什麼都沒有 在海中又很冷你知道 你們怎麼辦 好恐怖 然後就開始彼此講一些笑話 來取暖 結果有人開始講黃色笑話 看來看 講到最後沒笑話講了 那女生就開始哭了 然後那個澎湖的地培 又很大嘴巴 又會亂講 我聽說喔 這邊喔 那個無人島附近 有那個鯊魚會咬 這更恐怖 那怎麼辦 那個...我記得那時候 小董以前女朋友 就開始哭了 就說她不會游 你幹嘛 我們就開始分配救生圈 又不夠 不夠之後 我就跟那個導演講說 我們來許願啦 我們來發願 因為我們有冰上 我們有拜拜嘛 就是可以許願 就開始許願 她就一個講說我要捐錢 我說這不夠 另外她說 我要做義工 我說這也不夠 通常到妳講 這樣喔 就當作今天扮尾牙 有沒有 我皮包的錢 通通丟到海裡 進洩海神 做得到 那個證件拿起來 我就丟了 一丟下去 五分鐘 船來了 小心 對不起喔 對不起喔 換開啊 有聽到對不對 沒有了 沒有了 我跟你講 她這個根本喔 不像是風在吹 我覺得像是在玩那個 你有不可自已的靈異影片 或靈異照片嗎 你就知道哪裡有恐怖的靈異地面 啊 歡迎你與我們聯絡 一圖探討就不可 學姐 我就跟那個導演 我們來許願 我們來發願 因為我們平常 我們有拜拜 我是可以許願 就開始許願 她就一個人講說我要捲起來 我說這也不夠 另外說我要做義工 我說這也不夠 通常到妳講 這樣喔 就當作今天扮尾牙有沒有 我皮包的錢 通通丟到海裡 進洩海神 做得到 那個證件拿起來 我就丟了 一丟下去 五分鐘 船來了耶 海神號 真的是在吉貝島的 把我們原班人馬接到吉貝 這種吉貝轉船回澎湖 遇到小童 我們在海上漂流兩天兩夜 遇到小童 你不好意思 幹嘛把你們丟著 對啊 他說我還以為你們自己去玩 你丟我們 沒有喬好 海釣公司沒喬好 恐怖的是來了 那我們回台灣了嘛 進棚 棚內跟外景搭在一起 打電話去跟人家感謝 對 打到那個海釣公司 我說不好意思 我們特別感謝那個 吉貝島的那個海神號 謝謝他搭救我們 他說 您是哪個單位 我說台市 你們是不是調查不太對 這個船擱淺15年了 好誇張喔 那你們住什麼船回來 我就不知道啊 那鬼船救了你耶 是啊 難怪你都常常這樣大難不死耶 李老師為什麼有一些海域 會特別這樣子 其實海域要說比較適合 在海域跟金門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用我們早期的聲明 從大陸要來到台灣的過程裡面 它叫黑水膏 它就是現在 海域也特別穩定 對 現在就是我們現代人在說的 叫東南亞的所謂的金三角 因為去那邊四四的船也最多 那早期在中國來講就是說 留存在台灣 王船喔 我們說王船 像我們大膽全講的 船要看到古早船 有電腦很漂亮的叫王船 王船 王船 燒王船 像中島的燒王船 因為早期的王船 是屬於… 屬於溫 叫溫馨 所以如果他來駕駛的時候 駕在海派邊 駛民都… 我們早期的人都要敲鑼打鼓 跟鑽頭人說 王船來了 快來請法師傅來 快來請王 留存 然後後來才演變 我們所謂的燒王船 因為王船裡面 所有東西都要具備 包括每鮮的王子裡面 有30圓圓 70蜜蜜蜜 都在裡面 包括有的王 包括冰 都在裡面 所以裡面的美人 都小包小包 因為我們台灣人 就是王船 買的早期 就是要做王船 尤其我們小王船 什麼名字就是東港 東港 他每三年 會做一顆的王船 要做一台王船 就像林老師說的 跟他做那一條長年 那一條長年是要跟 王爺寶 要去尺寶一張 青的青的青的青 他要去尺寶一盞而已 不能整個去尺寶 這樣才王船 就做一盞而已 再來做洋葷 一定青的青在做洋葷 然後剩下才用其他的板子 下去做他 那天王船要做三年 這麼久喔 對 要做三年 然後三年之後開始 要尺王船的時候 就是用早期是用水的 放水爐 因為大家都說王船出水 以後會漂流港 會漂到哪裡不知道 那很怕出事情 人家為了要留民眾宅 所以跟王爺說 我沒有來用燒的 給你油天河 不由人間河 原來是油天河 就把它燒 燒下去的時候 上面有中午一隻叫五龍條 中間有一個冰號 它去冰河很奇怪 東港的村落那麼多 它只要倒哪一方 那一方的人 會發達 這樣啊 所以他們都 每次要搶王命的時候 他們不管怎樣 每一村每一部落等 都派壯丁出來 一定要搶到那個東西 這個我可以呼應李老師講的 是 其實在今年的高雄縣 林源鄉 汕頭村 汕尾村跟汕尾村 汕尾村它發生了一個靈異現象 它就是燒王船 燒王船的時候 然後就像剛剛李老師所提的 就是說燒王船其實當初是 戴天巡撫的千歲也 希望說順便把瘟神 順便把這個王糧 順便就燒掉就送走了 那因為這個廟柱 其實大家是有什麼叫 擲筊 還有那個羅柱都是輪的 爐主不一定有錢 可是如果說你擲到有筊 比方說三個型筊 神明指是一定也是爐主 那你就要辦這個東西 你來主辦 其實當時的那個爐主 他身體很不好 他得那個紅瓣性狼倉 身體很不好 就已經 講了一天也有點飢寒交貨 狀況也不好就對了 可是神明就指示他要燒這個東西 他就不懂了 還是主辦 主辦的時候 那因為有花了大錢 對 攝影機就拍了 拍到燒王船 竟然由龍來接駕 拍到龍 拍到龍之後 那因為經過光學專家檢視 他不是偽造的畫面 好深喔 燒完之後 五天之後 這個爐主的皮膚 好了 不但好了之外 那他們這個 扇尾村的這個漁民 當年的漁獲量 竟然是豐收 就是這張照片 燒王船引帶獻青龍 歷時十餘秒 對啊 那就是好預兆喔 王船在這裡對不對 這裡叫青龍 對耶 好清楚喔 這是新聞畫面喔 好清楚 太神奇了 他燒掉他的溫神 又送進他的財寶 那那一年的爐主 真的是很旺 沒錯 那大膽宣港現在告訴我們 這次大膽旅行團 帶我們到哪裡 這次呢 因為我們聽到網路上流傳者 南部某漁港的旁邊 一些廢棄的建築物 竟然有很多的漁民啊 在那邊看到有全身 長滿鱗片的人 半夜在那邊撿破網 那個漁網 而且呢 在那個地方 就是還有一些不明的車 車子會因為不明原因 然後衝入港內 然後就造成很多的死傷 漁網到底有多麼不可思議呢 趕快來看我們的VCR 看到身後這棟建築物 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 一樓的地方竟然用木板 一間間每個門跟窗戶 全部都封起來了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進去好了 你不要每次都講這句話好不好 有沒有別的句話 來了就來了嘛 有老師在好不好 方老師 待會兒呢 你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們兩個 其實都不是很膽大的人 那有任何狀況的話 因為你剛剛也覺得這邊 你有感應到些什麼東西 那有狀況你一定要跟進我們 好不好 我盡全力保護你們 好... 那不然我們兩個 先走前面好了 不要讓... 看到沒有 好了...籤子吧 你看... 來...我們帶大家看 小心喔 那邊有個大坑洞 你看這邊的窗 對啊 但是這一個 這一個就... 這個是打開的 鏡頭...鏡頭可以看一下嗎 你...你敢看嗎 我抱你 請攝影大哥直接攀好了 攝影大哥不要搞對不起啦 哇 一個人 裡面怎麼樣 裡面不知道什麼東西 好像有聽到怪怪的聲音 你有聽到 對啊 不知道是誰的聲音 但是裡面有什麼門可以進去 我們再往後面繞一下好了 不然從這個窗戶進去也很怪 怕他進不去了 什麼聲音啊 我不曉得他 這邊有一個... 欸... 地下室入口 地下室嗎 我不想過 要...要...要... 我們走...走進去看一下 手在發抖 這裡就感覺夠... 比較奇妙一點 燈都要照亮... 照... 這應該是地下室入口 地下室 可是他現在水泥封起來 有寫字 本人有... 我不敢講 大人有鬼... 有鬼 什麼謙好 謙好 等一下啦 好詭異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地方地下室 是... 他用水泥封起來就是... 又說有鬼 有個門 什麼 等一下 好奇怪喔 你看門... 門前有棵樹 對啊 門前有棵樹 這代表什麼 門沒鎖 不好意思 打擾了喔 不好意思... 錄影 等一下 不要推我 照慣例 對不起打擾了 有老鼠 為什麼每次外景 我們都弄得那麼緊張啊 這棵樹如果不在這裡弄好就好 先...先探一下 燈... 對不起打擾了 廢棄的建築物外觀上面 噴了那個說有鬼有靈異的字啊 對啊 就是它那個建築物的外觀啊 是地上三... 地上三層跟地下一層的建築物 然後我們下去的時候 那時候感覺就是陰風陣陣 後來我們走到後面那個門 那個地方的時候 它有個地下室的路口 但是它是用水泥封起來 然後又有寫...有什麼有鬼 然後我們就後來再走到後面的... 後面的木頭 後門的地方 而且...那大展宇宙外觀的部分 還有什麼地方是很奇怪的 我覺得它的一樓 就是窗戶全部都是用木板封死 但是二、三樓是沒有的 那我們就對於那個建築物 就開始產生好奇啦 所以我們就沿著這個房子的外觀 這樣子走 因為大門是封起來 那我們就尋找窗戶 或是後門可以進去 那但是呢 後門的樓梯上竟然長棵 130公分左右的樹 那我也不知道那個泥土是哪來的 樹的種子怎麼來的 就很詭訣 而且現在門的前面前方就長出來了 小心 對不起喔... 換開啊 有聽到對不對 對 夠了 沒有了 我跟你講 它這個根本喔 不像是風在吹 沒有像是在玩那個... 你有不可自已的靈異影片 或靈異照片嗎 你不知道哪裡有恐怖的靈異地點 阿虎 關於你與我們聯絡 一頭探訪就不可 10集 我 因為大門是封起來 我們就尋找窗戶或是後門可以進去 那但是呢 後門的樓梯上竟然長棵 130公分左右的樹 那我也不知道那個泥土是哪來的 樹的種子怎麼來的 就很詭訣 而且是在門的前面前方就長出來 對啊 而且好像去那邊的附近的居民 有時候看到有人長靈片 對 全身長靈片 就是因為它是接近那個港口旁邊 那這個建築物 剛好就在那個港的旁邊 那附近呢 有很多的靈異傳說 就是可能有人不是喝醉 喝醉可能酒後造勢 那可能撞死 有可能 但是一般人都是 撞死的都是沒有喝酒的 然後通常都是問那個有生還者 就說好像 不知道是好像鬼打牆 還是怎樣的情況 就講得不是很清楚 就一定會衝到那個港口裡面去 好奇怪喔 怎麼會這樣 在那個高雄的中華五路 有一個紅孩兒之家 他其實是 就是專門說這個收容 就是魚嶺險症 他本身是長那種靈片的 好這樣 魚嶺險症是一種疾病 那我們其實要呼籲 重視這樣的家屬 或這樣的病患 可是呢 在中華五路那個 紅孩兒之家有傳一個故事 是嗎 是真的故事就是說 有一個人他就是 他們那個漁村 然後他就說 他真的很好 捕到一隻很大的錦鯉 我要大大魚 還給大家參加說 把他抬下去 慶功 肉丁很好吃啊 做魚拓什麼的 這個其實前陣新聞報還滿大 就要窄 就在裡面有一位 剛好也在小劉 然後呢 那個劉先生就說 不可以吃不可以吃 這種是吉祥語 一定要把它好好的養起來 就大家討論 討論不知道怎麼辦呢 就放到浴室 先用水給它供起來 結果呢 隔了一天之後回去 就親眼看到那個鯉魚啊 從浴缸跳出來 跳到馬桶裡面進去了 不見了 就不見了喔 不是很大隻嗎 新聞那天 我記得那時候新聞報滿大 就從馬桶跳進去 有拍到影像 沒有拍到 就是出來他們就很懊惱 我摸了一條魚 大魚 記者說在哪裡 跳到馬桶裡面去了 就很悶嘛 就很悶很悶之後 結果這個劉先生呢 就他們也一樣 他們是捕魚的嘛 漁民嘛 也要出去 出來打魚 回來之後很高興 大家要慶功啊 吃飯 在路上就遇到一個賣玉蘭花的 對 那就是類似像淮海耳之家 這種魚林顯 長林片的 就是說買玉蘭花 想說 因為其實林片的部分 不太能日曬 曬太陽 他就給的錢給比較多一點 那不是要找錢嗎 就找了半天 找了找 結果那個賣玉蘭花突然昏倒了 昏倒之後 然後那個 劉先生就是比較有愛心嘛 就把他送到那個醫院去 送到醫院去 然後也幫他繳了那個 頭期的那個費用 保證金 就回去 因為這樣來來回回 耽誤很久時間了嘛 回去一看 他家裡爆炸了 劉先生家裡隔壁有人自殺 瓦斯氣爆 把整個房子炸掉了 他就躲過這一劫 你知道嗎 因為去送這個魚林 這個變換嘛 然後他還記得說 當初他很記得那個 那個 他買了今天影片的 他想說回去醫院嘛 再看看他還在不在 一去 那個人不見了 不見了 然後忽視說 那個人走之前 有個東西要交給你 就是交給他 一個塑膠袋 然後一條紅繩子 他一看 愣住了 幹嘛 當初他們抓那個 警笛上面綁的紅繩子 就是那條繩子 他就 整個雞皮跟他起來了 那是那個魚救了他 還是 對啊 你當初放我的身嘛 現在我放你的身嘛 好 那在這一棟 廢棄的這個建築物呢 有這麼多的靈異傳說 然後還有人在上面 噴了有鬼了 但是我們大膽旅行團 還是要秉著大膽的精神 進去房屋裡面 一探究竟 到底會發生什麼 恐怖的事情 看VCR 我們終於進來了耶 這以前不知道是 不知道什麼單位的 這個所在地吧 那還有 所以 看一下大環境 這個是輪胎嗎 對啊 輪胎的鋼圈嗎 拿了一些奇怪的東西出來 小劉哥 你先不要緊張喔 但是我要抱你看一個門 你看 所有的這個家具 全部都堵在這個門 這扇門的前面 你不要離那麼遠 你放心 我不會遺棄你的 好不好 那我們 好啦 我們先從這個窗戶看裡面 好不好 好 它有風險 有風險 那要進去嗎 要喔 不要啦 不好意思 哪有了 你先看可不可以開 不好意思喔 又是鎖住耶 等一下喔 聽聲音喔 是真的鎖住 鎖住的 這個房間門竟然是鎖住的 小劉突然變那麼大膽 我有希望了 小心 對不起喔 對不起喔 我剛跑的事 不是啦 可不可以燈光照著 果然有… 有男生在身邊是很好的 我終於看不出來 等一下 好… OK 你瞧我看 分工合作 來 燈幫我照一下 有 裡面有 全部都蜘蛛嗎 等一下… 你看 裡面還有棉被 對啊 有棉被有窗 然後自己其實是以前有人居住過的 對 可能是員工的休息室或辦公室 來 往這邊走 怎樣 打開看看 對啊 你看我打開 好 對不起喔 他叫我打開什麼 沒有什麼 廁所來了 一人開一個 我開一間 好 你開男的 我開女的 你幹嘛不講話 你幹嘛 我… 緊張 對 我緊張了 我不開… 緊張 真的緊張 換開啊 欸 什麼聲音 有聽到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要搞這一處 你們聽到什麼怪聲音 還會是… 最後是什麼聲音 其實二樓是有怪的聲音 怪怪的聲音 可是大然軒 你們是接近那個廁所的時候 才開始有了對不對 對 到廁所的時候 他先聽到聲音 但是我不知道他聽到什麼 但是我後來第二次 他又跳起來的時候 我也有聽到了 因為我聽到在我們的主手邊 好像有傳來那種關窗戶 輕輕關窗戶的聲音 所以我們兩個全部都毛起來了 可是好像… 我覺得像我們一般來 常常也在外面啊 會借廁所什麼的 為什麼總是到了廁所 就特別毛啊 因為有人講說那個廁所 本來就是藏屋納會之處 巨陰之地啊 但是有廁所 直接就是殺人兇手 什麼殺人廁所 根據他們的了解 就是說 之前因為他都跟朋友講 大家都不相信 嚇我一下 他說 我去上廁所很奇怪 我就覺得 我蹲… 他有做事跟蹲事 我蹲事馬桶都有人在我肛門吹氣 你看 我看到一對眼睛耶 你害怕 好恐怖 他朋友說 你不要嚇我啦 你不要亂講 這是第一個 一個姓姜的員工 第二個呢 另外一個員工說 上次我上禮拜 那個馬桶一拉 沖下來的水 怎麼是血水 然後請工友來看 這鐵鏽生鏽 我想一想不對 鐵鏽的水跟血水 它怎麼可能不會 不是 這個凹得太硬 因為這廁所是新的 不會生鏽 就想來想去 想不出的所以然 這兩位呢 就像您剛剛講的 死法都一樣 江訓員工打開門一看 整個人是全黑的 第二個呢 另外那位員工也是打開 也是全黑的 而且最奇怪的是 他的紅色箱型車 就停在廁所外面 還沒洗火 表示他不是自殺 對啊 那後來呢 就有老師去看 一進去嚇到了 怎樣 他一上廁所 門一關起來就發現 空氣突然 就是很擁擠很擁擠 好像有人在包他 你看 兩個沒有身體的人 貼了 包 那他沒辦法呼吸 所以才會黑得死掉 對 奪命廁所 好恐怖喔 那大膽內心團 一定還要再查一下 屋內到底 這個聲音是從哪裡傳來的 再看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變那麼安靜 鎖住的 我的是鎖住的 好 廁所鎖住的 我什麼時候變那麼俗辣的 鎖住的 什麼 什麼 我真的有聽到聲音 我發誓有聽到聲音 真的 什麼聲音 我 請各位工作人員 我真的很哭 這樣不能 真的有聲音 真的有聲音 我騙你啦 真的啦 我不是騙你 我相信你 你有沒有聽到 我沒聽到但是我相信你 我常常也是聽到 但是工作人員不相信我 我這次我相信你 但是呢 我請靠你們喔 不要給我亂走動 OK 不要給我亂走動 不要給我亂走動 好熱喔 好啦好啦 我跟你講 我們會 我們整理情緒下 二樓 好不好 我聽到了 我聽到了 啊 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啦 門… 夠了 我不要了 老師呢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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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點喔 我跟他快去衝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 因為我們竟然沒有先跟人家打招呼 好不好 我們現在跟他們… 對不起喔 那個各位好兄弟 然後… 然後我們是因為要拍攝那個節目關係 來打擾到各位 那真的很不好意思 好 那請讓我們順利拍攝完成 剛剛我們其實看到就是那個門 然後他自己關起來 然後後來還自己又打開 而且那種打開不是風吹的 因為我們裡面也沒有風 其實剛才… 工作人員真的沒有少 我跟你講喔 其實剛才那個包廂裡面啊 是 就很… 很陰了 我看旁邊走過去的時候 整個滿不爽的 那…真的是 因為我們也不是故意 我知道… 我們可能只是想要… 虧彈究竟你幹嘛… 整中間啊 我… 好了… 都可以啦 其實剛剛在我們要錄影開拍之前 先補空景的畫面的時候 就發現 其實二樓有發出聲音 那… 我們剛剛一直有聽到 那…可能是風吹 或者是說喔 東西久了壞掉 然後所以會有掉落 沒有 從女色從來沒有 我跟你講喔 這不是說風吹的關係啦 因為我說聽話 這不是說電視的啊 玻璃的風 都是封住啊 然後空缺吹這樣 這門為什麼會這樣斷路啊 好恐怖喔 妳門怎麼自己打開啊 妳沒有拉線嗎 我們完全沒有 真的 本來我和大膽先生 是要衝出去了 但是門在那裡 然後有怪異的景象 我不敢衝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大概只有五秒鐘 其實他真正沒有錄到時間 他是講 門本來是開著的 因為我們進來的時候是開著的 但是呢 我們聽第一次 我們嚇到蹦一聲那個聲音 其實是他自己關起來的 很用力的 但是你想想看喔 那個喇叭鎖 你關起來之後 正常是要有人再把它轉開才打開 對啊 但是他自己先這樣子喔 乖 然後再來 工作人員發現囉 然後乖 普通慢慢的 乖 然後就乖 滴滴剛剛有沒有錄 滴滴有沒有錄 我跟你講他這個根本喔 不像是風在吹 不像是在玩那個門 這段的內容啊 是完全是王玉成 王玉遠轉述的 轉述的啦 就是他聽說那時候 那個陳敬奇 就有託夢給他 他是被殺害的 然後呢 他會把票都給他 讓他一定會當選 他就是說很奇怪 那時候他 因為他用他的辦公室 那個門明明都關好的喔 門自己會打開 你有不可自已的靈異影片 或靈異照片嗎 不知道哪裡有恐怖的靈異地點 好 萬一你與我們聯絡 一頭坦白就不可能 有一個實際 那個喇叭鎖 你關起來之後 正常是要有人再把它轉開 才打開 對啊 但是他自己先這樣子喔 乖 然後再來 工作人員發現囉 然後乖 不動慢慢的 乖 然後最後乖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 就回來 然後我們拍照之後 在五到十秒鐘 因為是旁邊後面的那個 女工作人員說 快快拍門 所以我們觀眾 前面不知道是聲音哪裡了 對 而且我們那個攝影助理啊 他那時候中間 我們有停下來一下子 因為他就檢查 我們的迷你麥 然後就說 除了我跟大膽先生之外呢 還有沒有人在講話 因為攝影助理 他聽到的耳機裡面 竟然有好像第三支迷你麥 傳出有人講話的聲音 而且很像是靠在 我們的麥克風上面講話 所以他就覺得有干擾 我剛好有人在你身上在講 也有可能耶 那這樣你們有嚇到嗎 本來以為是我在講話 當然有 不是 他以為是我在呼吸 因為我很緊張會呼 呼吸聲音比較大 然後後來他說 我正在講話 那當然可以第三個人 那如果一般人真的嚇到的時候 要怎麼樣 第二位 老師教我們幾個方法 其實如果是很嚴重的 嚇到的方法 講真的一定要找老師才能處理 但是如果像一般的稍微的驚嚇 有的人說 我就去送送書 上完三四之後 送書一下送好回來之後 那事實上這個收清就比較簡單 妳可以 我們家裡面都會有舊報紙 那舊報紙要比較有屬於全墨汁的 等於不是有那個所謂的 對 演藝版的 就是我們所謂一般的 然後把它捲成一個 棒狀 對 然後把它點燒 燃燒 然後把它把它燒燃燒 然後把它擋熱 讓人喝過 你把我燒燃燒 要燒什麼 什麼都不用 因為它叫做 借火神的力量 光的力量 熱度 我把它看過就好了 對 然後再看過 另外一種就是 比較嚴重燒烤的 回去的時候可以用麻糬 麻糬跟第二次洗蜜水 第二次的洗蜜水 然後再去燒 把它燃燒 然後滾 滾到浸到那個水裡裡面下去泡 这样的话也可以去安婚 那老师像我和大胆先生 常常出外景 突然被吓到 然后我就赶快念我自己的名字 然后就叫自己的婚回来 这样有效吗 其实这种情形里面 不是说有效不高 其实我都感觉 只要你心理上有一个 预备的动作的时候 讲真的 婚都不会跑掉 人会真正的所谓婚跑掉 就像刚才我们林老师所说的 一刹那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能回顾 大点先就是预备动作都没有做好 所以他在前往那个屋子的二楼的时候 他头昏了 才会再吓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再跟下一单必须要 因为其实我跟小刘已经真的吓到了 然后刚刚因为我们又 因为二楼一直传来声音 那可不可以麻烦老师 先带路好不好 至少到上面的时候 我确定我们两个是安全的 好不好我们两个真的被吓到了 不好意思打扰了 不好意思 打扰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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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这不同喔 来来来 摄影师更好 我封手 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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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诡异啊 老师我这里好晕哦 全部是用全部封起來 那怎麼會有聲音啊 天啊 老師 我這裡 暈到兩個不行 我覺得 這種感覺好久沒有了 好像以前那種快被傷身的感覺 真的好愛困喔 就好像瞬間我大概 你看 整個手都麻掉了 沒有 我在這邊 我差不多三秒鐘 我可以睡著了 那種好像困了一個月的感覺 好像一個月沒睡覺 那我們用機器來往裡面拍一下 看能不能拍到 來 來這裡 這裡這裡攀一下 我們待會可不可以找 找上帝的 警察 問一下 這個 不要跑啊 他都不告訴你 這個 等一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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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聲音 我示範一次 是 沒有人 啊 滴滴 滴滴 剛剛有沒有錄 我快要剉流了 請老師來一下 老師你在我旁邊比較好 老師馬上帶錄一下 老師帶錄 工作人員現在大家都擠成一團 沒有人敢走散 小心 小心小心小心 玻璃喔 我跟你講 它這個根本喔 不像是風在吹 為什麼你知道嗎 它其實是我覺得 像是在玩那個門的感覺 對啦 根本不像風在吹 對啊 薛薛你記不記得 嗯 本來一開始我們進來沒有怎麼樣 是我敲了這個以後 動作又去平伐 對 因為我剛才經過那時候 我感覺很清楚 裡面很多電影 就是我敲了以後 就 經過他們那時候 不用 大膽宣說 在現場差一點漏尿了 已經幾乎尿屍褲子 但是秦瑋哥笑你膽子小 為什麼 他說你看門打開 就創成這樣子 他說他還看東西移位的 哇 那不只移位 其實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案例 陳靜錡市議員 對 他是被槍殺暗殺的 對 那這一段的內容 是完全是王育成 王育成轉述的 就是他聽說那時候 陳靜錡就有託夢給他 他是被殺害的 然後呢 他會把票都給他 讓他一定會當選 後來王育成當選 他是說很奇怪 那時候他 因為他用他的辦公室 那個門明明都關好的 門自己會打開 他的辦公辦一辦 門就打開了 然後他那邊有椅子 那椅子 是不是坐才會有凹痕 對啊 他自己就會有凹痕 會陷下去 會陷下去 然後椅子自己會轉 那被找到的議員 還不只他 另外一位林定勇 林議員 有一陣子他突然就 大跳驗了 有沒有 然後他就說 他是被陳靜錡上枕 他自己講 後來要請老師來處理 然後就是門會移動 然後更奇怪的是 陳靜錡先生後來查出來 是被槍殺是暗殺 然後那個 他們的抽屜裡面 打開 突然陳靜錡的名片 名片自己會刷尾 移到那邊 有冤情 那林老師 這樣是有冤 東西會移位 門會打開 是這個死者要說話嗎 還是 在我們這個奇門遁甲裡面 排陣法裡面 他這個就有點類似說 自己蓋了房子 自己造了一個陣 把自己關在裡面 自己搞不清狀況 所以那個房子 會寫得那個氣場不好 他還會用什麼方式 告訴我們說 有他的存在 其實我們人在 尤其鬼界他 一段修行的過程裡面 他會有辦法 去做移動的動作 人剛死的時候 絕對沒有移動的動作 會比較小 聽說有藝人在外面拍戲 也有小孩的鬼 會移動東西 那個 這個我可能要 這個我倒是沒聽過 但是呢 我講到小孩子的話 因為可能是 有的